这就是纯天的味道 这就是 你们要干嘛 你们没有打喷嚏不用 好吧 预备开始 比速度本来没输过呢 比速度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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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君允许不得擅自离开步行球 我们不玩了还不行吗 玩 这是严肃的防护措施 请你们认真对待 防护 为了预防病毒传播 公共场合咳嗽 打喷嚏的人 都要穿防护装备 据分析 凯奇只是花粉过敏 并没有感冒哦 而且 只要佩戴口罩 也能达到防护效果 口罩 什么东西 难道 崎岖特工队 时空起点出现了 果然又是柠檬博士搞的鬼 出道 快回去 出道 走 不好 防护勇气被破坏 大家快捂住口鼻 出 还正好赶紧溜啦 哦 是 我的花漂亮吗 漂亮 要是能离我远一点的话 就更漂亮了 嗯 好吧 这次的关键时刻是1895年 德国的病理学家莱德奇发明了口罩 根据资料 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说话 咳嗽或打喷嚏产生的飞沫来传播 而莱德奇发明的口罩 能够有效地阻挡飞沫 怪不得口罩消失之后 大家对打喷嚏那么敏感 原来是为了预防疾病传播呀 是的 它还启发了后人研制具有防尘 防毒等多种功能的口罩 是人类必不可少的防护用具 你们的任务 就是帮助莱德奇推广口罩 好 出发吧 呃 呦 呦 时间飞船 提去变形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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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资料 莱德奇要到德国医学会进行推广 这里是必经之路 萌茶茶百分百会出手 快去看看 别跑 我的口罩 苏基大空战 不可以 萌萌大胜利 本娘没说错吧 欢迎某百分之百会在这里搞事情 现在不是没说错的时候啊 我要向医学会会长推广口罩 绝不能迟到 不准不准 柠檬三爽合体 乖乖打针 小心 通天万能不 要没有 闪牛猫 艾尔 你们护送来得及先生去医学会 这里交给我们 通天火剑拳 凡人 走开 火力菜宝 坚持退 快跑 操大刀 快跑 走开 走开 怎么突然没动静啊 什么 拾开 收拾两段 接下来轮到你们 快跑 快跑 走 歪歪打针 海边重锤 我敲 逆转光枪 这下你躲不了了吧 打 鸡鸡 本猫上钩了 痛痛痛 男角猫你都不放过 本猫绝不投降 本猫最讨厌大陈了 看鸡 嘟嘟 你们怎么来了 哪里哪里 没想到吧 这条海都动 鸡鸡 有烂鸡猫 闪电猫 铜铁万能步 开气 吐吐 你们总算来了 咕咕 咕咕 飘啊 你们是怎么去上来的 当时的情况太危险了 全靠我和嘟嘟英明神武 灵归不济 说人话就是钻垃鸡猫 说人话就是钻垃鸡组 换句谋 本猫很生气 猴子很严重 火箭弓 火箭拳 连续发射 神经帽 上 海冰天青钢剪 结束了 喵喵中拳 快 什么情况 动不了了 闪电猫 根据分析 萌茶上的胶能炸弹 还有肌肉硬化剂 没错 会脑子肌肉硬化 而无法行动 不行 再不准就吃饱了 来得其心上 不行 去玩好自己吧 乖乖吃药 请放心 我是机器人 不会硬化 太山央顶 落点进入错误 好啊 再来 可逼 可逼 这 不好 被包围了 这 这 帝哥 帝哥 只要准时到达医学会 我发明的口罩 就可以拯救更多的人 不对 如果连帮助我的人都救不了 发明再成功 又有什么意义 茂先生 我需要你的帮助 要撑不住了吗 金刚不会妙胜 中了鸡肉硬化器的闪念猫 竟然可以抵挡针头的攻击 什么等等 快玩车呀 不好 来得起先生 这些物很危险 这是 所有人都被硬化喽 让我大成功 才怪 你 偷偷火信尘 急气爆发 这是 好耶 继续特攻 干部成功